他的国语长得很溜 阿琪又是帅哥 好风靡 在他旁边我想说他变总统好险 开玩笑了 先不去专校友谊 拜国在甘文参会 永远点名这班人 现场都在喊喊 当初小子在论也拍破了 朱万安是乖金的手 说不甲不甲 侯市长 他在这过程 台语讲得真好 如果我的台语能像侯市长一样 我太太不会每天嘲笑我台语 真的讲得丁丁拉的 日空日白 若赢了这班台队 呼唤有功德位 全万安 跟台中市长老术院 何生都监管 但是何生说 国民党队没有教设 未来做到侯市长 不再待机参算 不乱安市长连行有为 积极负责认真 台北市新北市的双北合作 非常的愉快 我们大家沟通无碍 最重要我们两个 一定要面对双比的共同生活圈 这段时间面对每天的台语 既然保障 有了保持这些经验 和国民党尽快没有去过渡到 其实他也是在捧 国民党的未来之心蒋万安 但是并不是说 2028就是蒋万安 要代表国民党去参选 蒋万安才四十几岁 来日方长 他可以列为卢秀燕之后的 接班梯队 从朱立伦 韩国瑜 一直到侯友宜 都是代职参选 那这样的选民 最后面投下了不信任票 国民党要记得这件事情 不要害了蒋万安 担心会第四次的历史重演 就算是民一支车 也要得一颗最好的时机 国民党想要当山再帖 也要顺便他的望 并是新闻综合佈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